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等于时间9月16日2024年 全国田医锦标赛已经落下了帷幕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男子15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来自浙江的西肖河 西肖河从获得全国田医大奖赛 男子800米冠军等等 最终西肖河以上分46秒年轻的成绩逆转投降 在前西肖河已经掌握了男子800米的冠军 结果到了本次1500米决赛 西肖河的状态更是炸裂了 本场比赛西肖河的最大中对手 就是全国冠军来自广西的刘德柱 比赛的时候刘德柱出挖非常不错 传人先打他列重 而西肖河出挖就会稍微迅省一些传落后的位置 避难后没多久 只见刘德柱率先发力很快就冲到了第一位 而西肖河并不着急只处在最后一位 也就是第12的位置 刚开始刘德柱显然还是比较强势的 或许800米常遭西肖河绝杀 这也让刘德柱憋足了一口筋 300米结束的时候 刘德柱以微弱的差距处在第二位 而西肖河依旧还是处在最后一面的位置 西肖河似乎并不着急继续采用跟随战术 前500米结束的时候 西肖河依旧还是不动身色 只处在最后一位 不过当比赛见到700米的时候 西肖河终于开始发力了 只见西肖河从外道逆转已经来到了第5位 而刘德柱一马担心处在第一位 当然比赛进到1000米的时候 西肖河被身后的对手法超排名下滑到第8位置 当然比赛进到1100米的时候 刘德柱依旧还是处在第一位 而西肖河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第4位置 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的充斥阶段 当然比赛还剩下最后300米的时候 只见西肖河终于爆发了 西肖河很快冲外道逆转了刘德柱冲到了第一位 接下来只见西肖河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后程加速能力 开始疯狂的充斥 只见西肖河开始散影狂飙 虽然刘德柱在凤里直追 但是无奈体力有点分不散 只能看着西肖河越跑越快 只见西肖河率先冲过了整点 最终西肖河以3分46秒07的成绩逆转头卦 而刘德柱落后0.61秒获得压矩 西肖河也实现了800米和1500米的双卦 从前500米默默无闻只排在最后一位 再到后程爆发连超11人逆转头卦 西肖河也上演了今天大逆转 好了本期视频就等 远送从此别 青山空腹琴 我们下期再会